台美方面的 现在我们来看来自于台湾TVBS的一个消息 美国首度在财政年度预算案编列经费 协助台湾强化所谓的贺阻力 金额是1亿美元 美国官员就说了 这是预算案首度单独列出台湾 展现了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具有历史的意义 另外因应透过总统拨款权 均援台湾 预算案也首度编列了5亿美元 用来补充美国的库存 对此台外事部门 他是感激涕零 而且他们是急忙的表态 非常感谢 而就在11号 蔡英文会见了 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 葛莱伊所率领的华府学者代表团 他表示 期盼台湾与全球民主阵营扩大合作 葛莱伊则就表示 在520之后 台美关系能够持续的坚弱磐石 那么与此同时 华尔街日报 他12号做了一个独家的报道 他说 台湾的副领导人当选人 萧美琴近日低调访美 其中包括与美国官员进行接触 商讨台湾新当局的事宜 他也准备在就职以前 私人行程去访问欧洲多国 而民进党方面也已经证实 萧美琴将在520就职之前 以私人形成赴美 其中就包括处理他的搬家事宜 那么针对萧美琴 此次的如此低调的赴美 那么报道援引知情的知情人士的消息表示 这是因为担心大陆的反应 所以呢 他们这一次才选择了一个非常低调的一种方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易修啊 520呢 萧美琴就要上任了 在这之前呢 他还要再去访美一下 他有什么必须的理由 一定要去出这样的一次拆吗 搬家嘛 搬家嘛 这最好的理由就是搬家 这确实也是该搬家啦 因为据我所知 他回来之前 他好像是真的是没有处理这个搬家 当然我们都知道了 这搬家贵为新当选的副领导人 他需要到班 不需要他自己动手办 但是这确实是好理由嘛 我们必须讲 他一定要给一个这项理由 不过我觉得他有几个点啊 就萧美琴个人而言啊 因为他确实他就是有一半的美国协同嘛 而且之前我们都戏称他叫美国监军嘛 那他自然而然他会想要在他正任之前 这次上任之前 回美国一趟去走一走 对我用回 回美国一趟去走一走 看一看 拜访一下 这个情有可原啊 我们也不要说 去抨击人家 他有他的朋友 有他的情感在美国的这上面 这可以理解 但问题他做什么 这就是我们才要关系的 那很明显有几个点 第一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萧美琴去了美国之后 管碧琳就道歉了 管碧琳道歉的莫名其妙啊 就我们再看啊 到了上礼拜之前 民进党这个态势 一点都没有要软化的这个迹象 管碧琳还跟蔡英文赖清德 然后还有这个顾立雄啊 四个人呢 就连妹出席了我们最大舰级 也就是我们海巡 最近有一个蔡英文上来之后 在我记得是2017年的时候 有编一个计划 那建造都是非常大型的船舰啊 其中的就有一部分建造是很大型的 比如说4000吨级以上的大型的船 对台湾来讲是最大的 就我们称之为嘉义级的船舰 第三舰 云林舰跟第四舰台北舰的命名典礼哦 当时我们看到呢 有一张经典的图案 那管碧琳那个表情是满面春风啊 看来这官位是稳的哦 所以呢他还是被手啃 我那时候还判断说 哎做对了哦 蔡英文给他盖了一个乖宝宝章哦 盖下去 那那里面的顾立雄呢 是微笑的 然后我们当时我们这边媒体啊 台湾媒体还下标就是说双总统啊 就是说两个领导人一起出席 微微佳话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还让了半部给赖清德 这就讲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这谢老师看那张照片 一定是很有感啊 因为这种政治排布啊 这个是蔡英文最喜欢的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哎 第一个马上传出顾立雄要来接任 我们的国防部长 也就是这个安全事务最高负责人嘛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本来说管碧琳要下台的风声也不见了 也就是说蔡英文干了乖宝宝章之后 那是吃了个定心 结果奇怪了 马上礼拜一突然道歉 真的是事前没有风声 那我唯一能联想的就是 小美琴去了美国 那美国方面给了很大的压力 其实刚才这个小老师在分析说 哎这边是大陆连日以来给了民进党很大压力 没有错 可是民进党不撞南墙心不死啊 这个撞了南墙之后呢 还是要回头看一下 哎呀这个美国爸爸 拜登爸爸拜登爷爷啊 是不是该道歉了 他说是可以可以可以 马上态度就转变了 大概有点这样的味道在了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就是小美琴去啊 很大的部分就是美国要直接把这样的一个压力给他 那再回过头来讲那个单列的事情哦 其实这个金额非常的小 1亿美元就美国的国防预算来讲 那简直就是一点点 但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啊 有一就有二 不过以照目前美国的整个的预算的安排 要超过大笔的大概也很难 所以他要给一个象征性的支持 那以直白的来说啦 就是赋予萧美琴一个更特殊的位置 跟一个他的分量 而这个分量就是要让赖清德忌惮 你赖清德听好了 现在就是由我美国就像是透过蔡英文 来掌握台湾的大小事一样 放了一个耳目在身边 是的 而且他不仅是耳目 他可以甚至是说 他就美国在台湾的代行者 甚至可以这样讲 那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嘛 当我们说萧美琴 是美国在台湾的代行者的时候 这台湾的绿营呢 要骂我们也不是 不骂我们也不是 他就显得特别的憋屈 那就可以见得 事实上赖清德哦 跟美国之间的工作 他个人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取得美国基本的信任的 更多的还是必须由萧美琴这个角色 所以我可以这么讲哦 接下来台湾的整个 就是行政的运作里面 在法规层次当然 赖清德是中央最终决定权 但萧美琴的影响力会远远大于 他在法定层次上的一个力量 而这个力量会在美国的 很多的方面展现出来 但是呢给的都是小头小会 那这个也是美国 这个非常习惯使用的角色 包括葛莱伊为什么是见萧美琴 那不是去见 特别再去见赖清德 当然他还是会安排见赖清德啦 但基本上就是用透过 这是很习惯的民主党的一种 国际地缘政治的操作模式啦 就是不喜欢的给你穿小鞋 喜欢的给你穿洋装 用这种方式来给你呈现差异之后 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你的份量在哪里 所以我只能讲 对赖清德来讲 摆在眼前的 我是觉得 他可能觉得光中耀祖啦 但是我是认为一片黑暗对他来说 做了一个傀儡啊 生死不如啊 好